这叫放大镜相机,要录影要按哪里?录影就按那个相机右边那个圆圈圈,按下去,那个声音是倒数,3秒钟要录影了,已经在录影了吗? 这怎么都是静态的呢?按一下那个播放,那有没有存起来,按左边,找不出来什么,可以散光的,左下角那个散光,那也是图片吗? 原来是,还是现在,还是正式在录影,来按一下,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那个,然后按那个有一个磁碟片那个按下去,按那个磁碟片那个才是储存,按下去才是储存, 都不会动,那个是对焦,然后再按一下,会动,会动,会动,那那个才是真的在录影,然后再按一下,出现一个圆圈播放键那个,然后左边有个,以前的磁碟片,你看,磁碟片的小图案,按下去,还是储存档案呢, 那怎么看影片呢,按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播放键,有没有看到,相机的左边,哦,原来相机的左边那个就是,你看,可以看看的,要删除,还是要分享,还是要编辑, 按一下,按左上方,按左上方,哎,跳到是,图片里面,按一下,哎,跳到左下角,角落, 还有 Connor in the background, 这样是指挹植姆意思的设计,他们的看存档 role in the background 跳的位置 这种类比对的不一样,哎, Lip and Aaa 乖写 Rak坡 然後上來 上來位置還不一樣的高度 2 3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變化 編輯 可以選擇 要怎麼編輯 儲存到哪裡 相片編輯 存檔案到哪裡 存在SD卡 外接記憶卡 才不會佔用手機記憶體空間 然後這是相片 這個叫放大鏡相機 所以它是相片 可以搬移 看搬移到哪裡去 咦 跑到這裡來 按下去 按分析 照片可以分享到寶音嗎 是照片咧 真的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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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按一个 紧字号你看 出现那个可以线了 按个 紧字号 出现可以线了 你看 混响 知识 sale the care sale is caring 先按上面 字的后面按一下 然后出现那个打字键盘 按问号123 可以出现那个 紧字号 按的紧字你看 曾经打过的 标签都会显示出来 知识分项 sale is caring sale the care 都是很多 有的上益 上益是观看的 按艺术那个art 这样 按花布 这样 这就是抖音 操作音 影片上转了以后 它会出现新的影片 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看这个视频 是非常与